这里是宇哥案件调查 我是宇哥 今天要讲的是一宗曾轰动新加坡的骇人凶杀案 2013年7月11日傍晚 路过新加坡石龙岗路上段的司机目睹了恐怖的一幕 一辆银色汽车车底下拖着一名男子在路上飞驰 经过的车辆见状都猛按车敌 但银色汽车司机仿佛没有听到 没有减速也没有停车 车下的男子一路被拖行到高纹地铁站外才脱离车底 他面部朝下的摊在路上 全身是血脖子几乎被折断 照货车子没有停下直接离开现场 轮胎划过之处留下一条长越两三百公尺的血迹 一辆车这样拖着一个人行驶在闹市之中 如此招摇行凶令人震惊 警方来到之后立刻封锁了周围的道路 沿着沿路的血迹追踪了1.2公里 来到山邦通道的一座三层的洋房 这里应该就是案件的第一现场 警方立即进屋调查 发现洋房内满是血污 更出乎警方意料的是 他们发现了另一名男性受害者倒在客厅的地板上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这间屋子的门牌号是14号 而骤士车子的车牌也是14号 也就是说凶手要么是这间屋子和车子的主人 要么就是凶手闯进屋里杀人夺车 随着两名死者身份的揭晓 第一个可能性被排除了 死者是一对父子 死在家里的是67岁的父亲陈文新 被车拖了一公里的是陈文新42岁的长子陈志雄 陈文新身上有20道刀伤 多数集中在脸部和颈部 而陈志雄中了11道 分布在脸上 颈像和手臂 两人的死因都是颈部伤口即兴出血 法医初步分析 陈文新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中刀 而陈志雄则和凶手对抗了一阵子 陈志雄被砍伤后被拖在车底下失血过多而亡 父亲陈文新生前是修车厂的老板 祖籍中国福建兴化 年轻时候飘洋过海盗新加坡打拼 每年都会回乡探亲一两次 陈文新爱好钓鱼 是员工眼里啰嗦 但是和善的好老板 儿子陈志雄开了一间电子零件厂 也是个老好人 经常请员工吃饭 他们父子俩骤然离世 家人与员工一时间都难以接受 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这起惨绝人寰的案件 震惊了整个新加坡 因为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尸体 被车一路拖拽到高文地铁站 媒体称此案为高文父子双尸案 因为证人一抓一大把 所以这个案子其实并不难破 许多路过的司机和行人都看到了凶手的样子 而且电影也拍到了凶手在陈家门口作案 还有用车导托陈志雄的整个行凶过程 那辆被凶手开走的车子 也在一处工业区被找到 警方在这辆血迹斑斑被遗弃的车上 找到凶手的指纹 掌握了凶手的身份 命案发生后56个小时 凶手在马来西亚的新山落网了 凶手被捕时正在一家餐厅吃饭 让人跌破眼镜的是 凶手竟然是个警察 这名34岁的新加坡籍马来人名叫伊斯干达 在警戒服务多年表现良好 已经升到了高级警操长的位置 相当于企业里的经理 凶手伊斯干达和陈家父子 有什么恩怨情仇呢 根据伊斯干达案发后的口供 其实这本该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抢劫 警察抢劫良民 对 你没听错 伊斯干达在1999年加入新加坡警察部队 在2007年升作太原 由于表现出色 警局还出钱赞助让他考了一个文凭 一直到2013年 伊斯干达都是一个前途一片光明的大好青年 还被他所服务的物落警署评为警署之光 可是他的私生活却很不如意 伊斯干达在2000年有过一个短暂的婚姻 在结婚的这几年中 伊斯干达向银行贷款买了房子和车子 甚至连装修房子的钱都是向银行借的 由于借贷了超过他薪水可以负担的数额 再加上离婚后按照新加坡妇女现场规定 男方需要每月付给前妻一笔不小的赡养费 财务问题就来了 警队知道后也请了财务顾问辅导他 帮他申请债务重组但进展不佳 几年后伊斯干达还是拖欠银行6万的债务 这点钱拖了超过10年 银行非常生气 于是在2012年10月把伊斯干达告上法庭 以法院宣判他破产告终 这样的结局当然也影响了伊斯干达的视野 警局把伊斯干达从光荣的刑侦部 调到了没什么前途的后勤部 命令他马上还清债务 他的配枪也被没收了 囊中羞涩的伊斯干达和陈家父子又是什么关系呢 2012年67岁的陈文新 因为放在保安公司的保险柜遭窃 到警局报案 接待他的正式警员伊斯干达 伊斯干达从陈文新那里得知 虽然保险柜里少了四万五千元 但是保险柜里剩下的钱仍是一笔可观的数额 伊斯干达利用职位从警局带了一份 含有陈文新私人信息的相关资料回家 日夜研究精心谋划胜才知道 伊斯干达虽然破产了 但是该还的还是要还 总不可能一辈子都破产吧 那个时候伊斯干达眼看又要偿还下一笔分器 所以陈文新保险柜里的钱 成了可以解救他的灵丹妙药 然而这时候的伊斯干达已经风光不在 只是个文员 没有权利参与调查行动 不过按照他的计划 他会先伪装成调查员 骗陈文新在保险柜里面安装一个监视镜头 明着说是抓小偷 实际上是用趁安装镜头的这个借口抢钱 案发当天下午1点 伊斯干达用公用电话与陈文新取得联系 告诉他案情有了重大突破 希望他能跟警方配合抓住小偷 他们约好两点见面 伊斯干达用废度零件做了一个假堆档机 换上以前做太原时候的警服 还租了一辆车 来到陈文新家附近的加油站和陈文新见面 伊斯干达交给陈文新一个大盒子 一边用假堆档机跟同僚保持通话 一边跟陈文新解释说 盒子里面装着一个电眼摄像机 你用它把保险箱里的钱替换出来 小偷一打开保险箱 他的样貌立刻就会被拍下来 这个守株带兔的花招其实经不起推敲 首先呢 电眼的电池能持续多久呢 而且小偷看到这个奇怪的盒子 难道不会把这个奇怪的盒子一起带走销毁吗 但是基于对警方的信任 陈文新不宜有叹 他从车里拿出一个橙色的塑料袋 准备待会儿用来装现金 从伊斯干达手里接过摄像机就开车前往保安公司 趁陈文新离去的单 伊斯干达把租来的车子停到一个偏僻的工业区 准备等会儿逃亡用 停好车 伊斯干达步行了十分钟回到加油站等待陈文新回来 陈文新不一会儿就到达了保安公司 他放好摄像机后 带着保险柜里的现金回到加油站与伊斯干达会合 从保险柜里提出的现金就装在那个橙色的塑料袋里 伊斯干达装出一副担忧的样子 坐上陈文新的银色开美锐 表示为了安全起见要护送陈文新回家 到目前为止的案情都是有监控摄像和目击证人的口供可以相互印证的 而接下来在陈家的洋房之内发生了什么 除了伊斯干达 已经没有人可以作证了 伊斯干达说 他跟着陈文新来到陈家 陈文新把装着前的橙色塑料袋放到地板上就去厨房给他拿饮料 这时候伊斯干达去上厕所 他计划着等从厕所里出来以后 趁陈文新不注意拿了袋子就走 然后在路上拦一辆得势逃离现场 但当从厕所走出来后 却发现橙色的塑料袋不见了 于是他临时变出一个借口 告诉陈文新 同时已经抓到了小偷 就是保安机构的那鬼 伊斯干达催促陈文新赶紧拿上袋子 和他一起返回保安机构 此时的陈文新表现得非常震惊 陈文新去厨房打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时陈文新讲的是福建话 伊斯干达听不懂 此时伊斯干达以为事情已经败露了 陈文新是在打电话喊帮手 当陈文新从厨房出来时 手上果然多了一把刀 陈文新操着马来语对伊斯干达大喊 你这个骗子 你给的电眼里根本没有电池 话音未落 陈文新还抄起一把刀举过头顶 向伊斯干达砍过来 伊斯干达抬手挡刀时 右手被刺伤 几个回合后 伊斯干达夺下陈文新手里的刀 但因为过度紧张 所以滋味变成了杀人 伊斯干达胡乱挥刀 陈文新被砍倒地 这时候家门突然打开 有人叫了一声罢 是陈文新的儿子陈志雄回来了 陈志雄看到地板上奄奄一息的父亲 向伊斯干达猛扑过去 伊斯干达急忙用手在空中比划着 抵御突然的袭击 他没意识到自己手中还拿着刀 过了好一会儿 伊斯干达才发现自己手里还握着刀 于是一刀刺向陈志雄的颈向 陈志雄重刀倒地 却又顽强地站起来 继续和伊斯干达撕上 打了一阵 陈志雄终于发现原来他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逃 于是陈志雄跑了出去 伊斯干达不敢恋战 他简单收拾了一下现场 尽量不留痕迹 伊斯干达捡起陈文新掉在身旁的车钥匙 走到院子里准备开着陈文新的车逃亡 伊斯干达虽然注意到车上有血 但是一时鬼遮掩的他 并没有看到倒在车后的陈志雄 他说他以为陈志雄已经跑出家门了 所以发动了陈文新的车子开出陈家大宅 一路上有许多汽车对他鸣敌 但他以为只是因为他车上的血迹 所以没有理会 一心只想逃离现场 伊斯干达来到停放租来的车子的那片工业区 换车后来到东海岸公园 把凶器和血衣等正无丢进海里 紧接着回到租车行换回了自己的摩托车 一路逃到马来西亚 在庭审上 伊斯干达要强调的是自己无心杀人 本来只是想伪装身份不露痕迹的捞一笔钱 杀人实在是无奈的出于自卫 伊斯干达那么弱智的证词 在控方眼里当然是站不住脚的 控方有大把的证人给他打脸 首先 验尸过程中 法医发现两个死者的伤口很深 刀刀致命 67岁的陈文心膝盖退化严重 预计要做换息手术 案发时连行动都困难 根本不可能带刀主动攻击一个身材强壮的警员 年老体弱的陈文心不但没有能力 也没有想要攻击伊斯干达 伊斯干达说陈文心打电话 让他误以为陈文心是在交帮手 实际上陈文心一通电话是打给下属谈公事 另一通是打给儿子陈志雄 陈志雄的员工说 老板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并无一样 而且没有关灯 说明他只是出去一下子 很快就会回到办公室 所以说陈家父子根本就没有对这个假警官齐心 另外 陈志雄虽然比伊斯干达高了四公分 但是体重只有56公斤 对比83公斤壮术的伊斯干达 陈志雄怎么可能赤手空拳的去攻击一个手里提着刀 还杀红了眼的警察 作为凶器之一的刀也没有在被伊斯干达抛弃的政务中找到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这把刀不是陈家的 陈家的刀没有丢失 所以凶刀应该是伊斯干达自备的 在案发时 一个邻居家的女佣听见陈家传来叫喊声后 好奇出来查看 该女佣看到陈志雄满身是血 捂着脖子盘跚地从门口走出来 然后倒在凯美瑞轿车的后面 轿车是头巢里停放的 没多久警员伊斯干达出来了 该女佣看到这位警察拐到车后面 看了看倒在地上的陈志雄 从车后绕了一圈来到驾驶位置上车再倒车 掩过陈志雄然后开走 伊斯干达开出陈家不久 陈家对面学校的一个校工看到这辆银色的凯美瑞轿车下拖着一个人 就立刻骑上摩托车追在轿车后 企图通知司机让车子停下 可见伊斯干达故意拖着陈志雄在路上行驶 目的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现场血淋淋的照片也在亭上曝光 控方以血迹和脚印证据戳破伊斯干达自为伤人的立场 控方指陈文心家中的秘露电视显示 被告伊斯干达杀死陈文心后 一度躲在洋房大门后等着突袭陈志雄 被告一直在留意陈文心与儿子陈志雄的通话 陈文心在厨房时曾两次与陈志雄通话 伊斯干达知道陈志雄将要回家 所以杀死陈文心后躲在大门后等待突袭陈志雄 在杀死陈志雄后 伊斯干达还曾绕车子一圈确保没留活口 不让对方有机会指正他 然后躲车逃离 从上控方认为伊斯干达一开始就有意谋财害命 他自己准备了刀蓄意杀害陈文心 然后又伏击陈志雄 只不过陈志雄本来不在被告的杀人计划中 伊斯干达说他原本的计划不包括劫车 他打算拿了钱就跑到大陆上昭德市 可是实际上陈家和大陆有一段距离 脑补一下画面 一位警员拿着一大袋子钱 大白天在洋房区慌慌张张的跑路 而且屋主很有可能还会开着车 在后面追赶这位身着警服的阿萨 控方指出 伊斯干达的逃亡行动实在是蠢得令人无法置信 法官和控方的观念基本一致 法官也认为伊斯干达完全没有正当防卫的合理性 法官郑永光下判时也指出 被告应该没料到截杀计划最后演变成的确事件 最终 这位前高级警察长伊斯干达在2015年12月4日背叛两项谋杀罪名成立 依法被判处绞刑 本期的案件就到这儿了 我是宇哥 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见